请您订阅关注一下,帮忙点个赞,感谢您的支持。 X弹第一季第十集讲的是外星飞碟坠毁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森林深处,一个外星人在这次事故中幸存下来。 美国军方对他展开了追杀,但这个外星人的动作非常敏捷, 他不但能隐身,还携带一种高科技武器,能释放高强度射线,将人烧成重伤。 外星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抓回之前劫持的一个地球人, 把他带回去重新进行实验。 这就是我前几期说的,把猴子抓到实验室做完研究之后, 再放回到野外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剧情介绍完,接下来进入正题。 目前外星飞碟坠毁事件里面,最出名的仍然是罗斯威尔事件, 距今已经将近80年了。 罗斯威尔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城镇, 1947年7月4日,这天夜里下了一场暴雨。 在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农场主布莱索听到一声爆炸, 据他说比雷声还要大。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许多特殊的金属碎片散布在农场约400米的范围内。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7月6日,布莱索把金属碎片交给了罗斯威尔的治安官维克斯, 由他向军方报告,并转交给空军基地。 7月7日,两名军官来到农场,在农场主布莱索的带领下到现场勘查, 并装了一大堆的东西带回基地检验。 此时距离爆炸已经过去了三天,一切都很正常, 但这起事件在随后突然发生了变故,引起了渲染大波。 7月8日,一个叫葛拉蒂的土木工程师,在距离农场西边五公里的一片荒地上有所发现。 他声称发现一架金属碎形物的残骸,直径约9米。 碎形物裂开,有好几个尸体分布在碎形物里面以及外面的地上。 这些尸体的体型非常瘦小,身长仅100到130公分, 体重只有18公斤,无毛发,大头,小眼,小嘴巴,只有四根手指, 穿整件的紧身灰色制服。 同一时间,美军马上进入了农场和这片荒地,封锁了现场。 军方公关部门的军官韩特向当地两家电台和两家报社发布了一篇新闻告, 媒体在7月9日早上以头条进行了勘赞,宣称军方发现不明飞行物坠落在罗斯威尔附近的农场里, 已被军方寻货正在接受检查,并将送往俄亥俄州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这则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各界的好奇,马上传达到各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世界各地的一些媒体也都静相进行报道。 但是6个小时后,军队指挥官罗杰·雷米将军表示,他的军官犯了错误,根本没有飞碟这回事, 坠毁的物体只不过是带着雷达反应器的气象气球而已,完全推翻了以前的说法。 据说广播电台的经理罗伯兹还接到来自华盛顿的命令,让他们不得不报这则飞碟的消息。 为此,报纸还在第二天进行了澄清,说坠落的不明物体是一个气象气球,而不是外星来的飞碟。 这起事件,从发生到澄清,前前后后折腾了6天的时间,说明它起初并不是很惹人注目。 但反复一折腾,彻底暴露美国军方在公关上的失误。 2013年,一家美国机构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21%的投票认为, 美国政府及军方掩盖了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 可见半个世纪后,还是有很多人对这次事件耿耿于怀,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外星爱好者的紧追不放,媒体的推波助澜,以及部分知名人士的煽动, 最后是各种证据的自相矛盾。 我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一,当年参与事件处理的部分人士,比如基地宪兵司令爱德文·伊斯雷, 基地副手帕特里克·桑德斯,和空军393中队的飞行员亨德森, 都在晚年时表示,坠落的不明物体就是飞碟和外星人。 二,当年对外发布发现飞碟消息的军官瓦特·韩特, 被军方要求在他逝世前不得对外透露。 而口述出公开之后,显示他在7月8日下午, 在84号飞机棚里看见了坠毁的物体, 以及军方带回来几个外星人的尸体。 三,2012年,前中央情报局资深干员蔡斯·布莱登表示, 1990年曾在中央局档案库中看到过罗斯威尔的资料, 事件中的飞碟与外星人尸体都是真的, 然而他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 我个人认为他的说辞不可靠,原因有两个。 第一,有人在罗斯威尔事件保密期过后查阅过相关的档案, 发现资料在40年前就被销毁了,他不太可能会看到。 第二,蔡斯·布莱登重提罗斯威尔事件时, 他正在宣传自己刚刚出版的科幻小说, 极有可能是在为新书造势。 四,历史上有多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宣称, 一旦自己当上美国总统,将公布外星人相关的资料, 比如希腊里、桑德斯等等, 但他们当选后就开始反悔。 克林顿从公开表示,自己担任美国总统期间, 曾派特工去51区调查过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 调查结果是否定的,但很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 在我看来,民众的反应完全在意料之中。 你对一个相信有鬼的人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魂, 如果他相信你了,才是真的有鬼呢。 对于罗斯威尔事件,美国政府给出的解释是气象气球, 这个说法在1994年就被证实了。 这和一个叫莫古尔计划的项目有关。 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1947年6月和7月期间, 曾在罗斯威尔附近的多个地方释放了多个高空气球。 但这些并不是做气象研究的, 而是用于探测苏联核实验所产生的冲击波。 其中一个飞行器4号的探测气球在事后并没有进行回收。 这项研究当时属于国家机密, 等级非常高, 而农场发现的那些金属碎片和高空气球使用的材料基本一致。 至于在荒地上发现的飞碟和外星人, 有可能是高空气球上悬挂的仪器和假人。 此外,根据当时的记录, 罗斯威尔附近的军事基地情况一切正常, 没有异常的调动或者进入到紧急状态。 气球坠毁事件发生之后, 军方可能是为了转移外界的注意力, 也可能是公关上的失误, 才拟定了一份外星飞碟坠毁的报告丢给媒体。 但上层发现这么做非常不妥, 所以又改变了说辞。 比如空军基地的列米将军就知道莫顾尔计划的存在, 但出于保密原则, 他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进行过多的解释。 而当时赶到现场的人, 比如公关部的瓦特·韩特, 他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碰到这么蹊跷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处理权, 再加上防疫等原则, 恐怕都没有到尽前仔细地查看, 我这么说完全是有可能的。 1947年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细菌战和毒气战让人闻风丧胆, 再加上当时美苏已经慢慢进入到敌对关系, 军人小心谨慎完全在情理之中。 既然是军方的探测设备, 无论是出于保密的考虑, 还是对于数据设备的回收等操作的基本流程, 这些残骸都被运回了军事基地, 后来被其他军人看到, 才让他们误以为飞碟和外星人是真实存在的。 我觉得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这个飞碟的目测直径大约为9米, 能够装载三个一米多高的外星小矮人, 残骸被拉回去能放到机库里, 说明它的体积不会太大。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 物体的运动速度很难达到光速, 而太阳系内的天体已经被人类探测得差不多了, 至少对比较近的几个星球都比较了解。 一个直径不到10米的飞碟, 比歼20展开的尺寸还要小, 充其量也就是几个神舟飞船的体量。 就算塞满了补给和燃料, 又能飞多远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外星人也是生物, 而不是宗教故事里的神仙, 他们也要遵守物理规律, 比如引力效应, 比如过载反应等等。 相信飞碟能够随意超越第一宇宙速度的朋友, 是变形金刚看多了。 比如晴天柱连个降落伞都不挂, 像流星一样滑破天空, 玩自由落体运动, 不是在半路上被烧成了短路, 就是落地后变成了一堆零件, 而且还是报废的, 垄到一块都装不起来。 别拿特殊材料跟我说事, 寻常的导弹都能炸这帮装甲人, 可见他们的质地也就一般。 1990年, 随着罗斯威尔事件大热, 有一部纪录片文士,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英国电影制片人雷桑托利, 试图向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出售一部纪录片, 名为解剖外星人。 他说这部影片的母带, 是在购买猫王的录像时, 从一个退休的军方摄影师手里买来的。 影片内容是罗斯威尔事件之后, 军方解剖外星人的真实记录。 这部电影相当地有名, 至今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放映过, 累计超过一亿人次观看, 其热度能与1963年的 肯尼迪玉丝影片相提并论。 到了2006年, 参与这部纪录片拍摄的多个人, 都公开承认这部影片是人为假造的。 他们用乳胶制作出外星人的模型, 再把养脑、肌内脏之类的塞进模型里。 从道具供应商那里, 买来1940年代的服装和医疗道具。 出镜的人物都是身边的好友扮演的。 这个UFO历史上最大的骗局, 总预算只有3万英镑。 我说了这么多, 恐怕还是没有办法打消大家 对罗斯威尔事件的固有看法。 宇宙如此之大, 外星人肯定存在, 但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 它们很难和人类在同一个窗口期, 不过有点幻想和期待也不错。 最后麻烦你订阅关注一下, 记得点赞, 我是脚本, 下个视频再见。